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因这样的市场趋势 企业纷纷推出方便料理的面食 在台中有位耕耘十年做面的职人 师培人 用在地的小麦做成该面 以单纯健康的好滋味走入你的心 我们这家公司一直以来 就是以评价 然后以CP值高 性价比高 然后一个在地的文化品牌 去做文化的产品 然后生产 然后用台湾的原物料 来去做生产制造 我们既然就是在台湾做这个干面 就是希望可以取料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 面粉呢 我们希望可以有 这个独特的风味 添加在我们的面条里面 我一直期许说 要做小麦这个行业 它要有小麦的特性 小麦是在一个很严寒 风大 那种很恶劣的环境 不需要水 然后这样子很坚强的起来 然后做这个行业 也是很难 如果你没有像小麦这样子一直坚持下去的话 你很快就被打退堂股了 所以我们跟司老板 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要有同样一种心 就是坚持的心 学习小麦 跟小麦一起成长 我们会做我们的溯远管理 然后把最好的品质 交给司老板 做成最好的面条 小麦与面粉混合 让它自然发酵 再透过六轮的感压 利用不同的刀膜 变化出各种粗细的面体 十年面职人失陪人 说添加了小麦的干面 是能耐煮 都还能够保持Q弹劲道的口感呢 企业的干面有三大要点 是严选非基因改造的面粉和原料 以及选择的面体都是非油炸的 第三 则是做到无添加防腐剂 干面的调味料 都是用在地的小龙食材 纯天然酿造的液态包装 和既有市场的粉包 做出区隔 减少盐巴的摄取 单纯无添加才是真正的原汁原味 未来我的希望 我们今年有开三家实体店面 那我们希望在2021年 可以展天到15家 就是我们就是做一个 大甲干面的一个面馆 那除了可以在店里面吃到 我们的所有的面的口味 或者是有一些直接可以买回家住的一些商品 严格制作秉持着良心 坚持守护消费者的健康 和许多艺人以及知名餐厅联名推出新产品 也投身许多公益活动 像是妈祖绕境时 也和当地的民众一同分享干面的美味 十年面职人失陪人 致面精神背后 是经过一道又一道的工厂把关 是心中有爱 才能做出单纯感动人心的面 他的记忆中 是他在庙口买完面 一起和家人分享面的好滋味 对你而言 什么是你记忆中的好味道呢 我希望 我这个大甲干面呢 是每一个年轻人出外 然后可以简单吃到的平价美食 他可以让这个在外地工作的 或者是读书的人 或者朋友 可以感受到说吃这碗面 其实同时以前可能在家里吃过的这样的味道 跟风味 就是一个很平民的家乡的美食 这个是我觉得我想呈现的 我们做的面都是用在地的原物料 跟现代化生产 我想要做一个有温度的面给消费者吃 这个是我们做的 是我们做的 我们做的一个人 的谈性 我们做咱们做的 就是我们做的 一些东西 不是有个人 就是这个